你好,中美爭霸,即是一如既瓦 第二节我们会读一下观众的留言 希望大家有交流 首先我们看有位叫做 王先生,Ray 在14A留言,他是一个广州的观众 他说,你好,主持人 我是来自广州的观众 看你这个节目,我看了一段时间 我已经超过三个月了 通过YouTube 对主持人你的前世甘心略知一二 之前的不说 多谢你 你不要介意我以前是几反中国的 现在你的观点我很认同 感谢你新勤地做节目 同时我想说一说 我对中国的一些看法 说中国贪污独裁 世界上哪里没有贪污呢 美国就是贪污 美国最贪污的 共和独 是不是用自己各样的卑鄙手段 可以用减税计划 益一些有钱人呢 有钱人好振了一些政客 这不是贪污吗 你猜欧美国家就没有了吗 独裁我不见得欧美 又好很多 如果中国继续好像现在这样发展下去 而被说独裁就说 就有 有去咯 最少生活可以过得好 即 Way的意思就是 如果这样独裁的话 那就有去咯 因为他们觉得生活好了 这个我觉得 Way Wong当然是 败一套 Philosofa King的立场 现在那个 中国的确是 习近平有独裁的成分 但是他独裁得来 他是一个 令到人民生活好了的 独裁者 我够胆说 中国绝对大多数人都愿意是这样 只要生活过得好 为什么要硬要套西方那套普世价值呢 至于中美贸易战 我觉得对双方都有影响 不过呢 作为中国崛起 而与美国在世界地位上可以平起平坐 的一个手段 我觉得是有必要去打的了 这个败战 许胜许平不许拜 王先生是代表了很多大陆人的看法 其实这个世界 民主 的而且有时候就会选了一些怪鸡人 譬如说 在法国 选了一个39岁的总统 马克龙 原来是 这个犹太人走狗 战犯来的 去侵略敘利亚 那你法国人这么多年 这么成熟了 但都会 选到一些人渣出来 他抱着特朗普 摸身摸细 接着呢去到国会 又在 演讲的时候又在递特朗普 根本就满口大话 他递特朗普 用来讨好一下国家 里面的选民 递之后 又一样跟着特朗普去侵略别人的国家 做走狗 是不是 就是民主 应该要选一些白痴出来 民主真的不排除会选白痴 特朗普这些人渣为什么会选赢呢 就是他跟色情女星 去上床 是四级片的女星上床 跟着就做一些糟糕的东西 骂傻的东西 就是他基本上是 美国这么多年代里面 是一个最没有学识 最没有人格的人 但是他选赢了 你证明民主 有时候是多少缺陷 这个是一个事实 我不是歌众独裁 但是有时候我又看到中国 他出来的统治者 连续几个 都问题不大嘛 就是你起码我觉得胡锦涛 他愿意牺牲 给习近平 他做一个全权的最高领导人 他可以不拿退的 为什么他只是做八年最高军委主席 为什么不做了十五年 做多七年 不肯 胡锦涛就愿意牺牲 不拿到尽 给 习近平 做一个真真正正完整的 有完整权力的一个 最高领导人 当然我觉得江泽民 去治理中国的时候 他除了很贪污 除了很多利益的自己之余 但是他管理中国 又不可以说他管得差 这个我也要说一个很公韵的事实 如果中国管得差 怎么去到今天 有机会去挖起 是不是 我在上一集我说我是很混乱的 现在中国的独裁体制 会不会带来一个 分配平均的公义社会 如果一个分配平均的公义社会 以国企为主导的 他如果再发展民主 但是以 社会分配平均 为优先 就是永远你民主 和其他价值都可以有矛盾的 民主以多数人的意见为主 但是你和自由就不一定是 可以完全可以同时并行 和人权都是 不是的 人权是更加的 如果人权是凌价性的 不可以说大多数人想这个人死 就要弄死他 不行 我要求这个社会 财富分配平均任何一个人 有尊严的生活 这个是人权 在香港 没有人权的 因为香港人住得很狡猾 当这个社会贫富懸殊的时候 已经是 人权就不能够 可以确保 当美国这种体制 不断说民主 原来那种民主 可以周街都是窗 有些人就说 很赞成周街都是窗 那么周街都是窗 那就无端端有个年轻 刚刚18岁就买枝枪 乱扫人 这个真的很自由啊 真的很民主啊 但是很没人权啊 我想说的就是 这样的民主 真的要不下了 在美国这种 就是令到那些财富 可以垄断国家所有的财富 跟着就去 去令到很多窮人 他根本连如果有病都没有钱是医生 如果不是有少少奥巴马care 掉下命 根本就是 一病就可能就 没命了 但是 劳朗普是想取消 奥巴马care 连同仁可少少的福利 都想脱掉 你见到美国这个社会 你走下去美国 去那些基建 落后 那些人呢 就开车 可能就 很过瘾 但是你开车 也是很辛苦的 但是社会呢 就不够地铁 不够公共交通工具 拿了钱来做军火 去侵略人 我自己 不是很认同 这样的形式的民主 我会认同就是 有一个平均分配的左翼思想之下 发展的社会民主主义 那个比较理想 好像北欧 中国共产党不够理想的 不过 如果是有一些强人 真是可以保护个社会去主持公义 在 建立好的制度之下 去实行一套 民主 以而那套民主不会堕落 变成 给那些财团 去瓦解了的旧有制度的话 令到社会习惯了 社会民主主义 但是 当你要 社会 学习和明白社会民主主义 为优先之下 去建立民主呢 可能都需要先有独裁 那你真是 我何志光真是赞成独裁 你可以这么说 但我的理念就是 如果有一个 Philosopher King 建构了一个 财富平等的社会之后 他教导到人民 这个是以国企为主导的财富 财富均分 的重要性之后 将权力还回给人民 可能 这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 当人民是不被教导的 就随便 用很多 枯浅的 民粹的政治去疏败 然后 人民就很愚蠢的经常做错决定 一个这样的民主其实真的是 很恶劣的 一个民粹政治之下 涌出来的 人民在不被教导之下 被人去 可以说 大陆的术语就叫做 忽游 利用一些传媒机器 玩一些人民 误导一些人民 那就选了特朗普 选了马克龙 好 我们继续读 林卫夫 林卫夫 都经常留言 他说不要太怒气 好伤心 平常心 中国连续三日出动 军陆 妖台 韩武在台东 练飞 都对 台独加大施压 来打仗还有一段长距离 我希望是这样 因为我见美国不敢打赘利亚 应该 就不会打台湾的 我想说清楚 如果美国是全力攻打 赘利亚 那中国就一定同时间攻打台湾 两件事是挂钩的 我趁你美国没空 不攻打台湾就真是傻了 你明白吗 美国一定要顾两边的 但现在美国的能力是没有能力顾两边的 所以就互相牵制了 但是看美国够不够敢那么疯了 你想抢赘利亚 当然赘利亚是一个 犹太或者以色列的核心利益 因为他一直都很想侵略赘利亚 赘利亚是一只肥羊 他侵略了 以色列的霸权在中东就会 确认了 永远的霸权 那美国是一些 奴隶国家 是一些 犹太人的 博人 奴隶来的 那么这个奴隶国家 美国 会不会帮主子侵略赘利亚 拼命呢 我都不排除 如果拼命的话 台湾就一定死了 现在中兴最大的问题是 不是没有晶片 而是没有软件 民用软件系统是被美国垄断的 中国不可能这10年改变者劣势 按我理解 中国软件方面也不差 但是高级晶片的确是自己生产不了 因系统不是做到相似的功能就成 不使用Android 就算功能再大也没有用 反而 CPU的基础专利 可使用英国的arm 而中国也有开发相关的产品 我知道华为 他自己都有写CPU的 然后华为开发的手机 CPU相当得到很便宜 有些文章他就和我说 他就说 有自主CPU的 智能手机厂家 只有四个 一个叫三星 一个叫苹果 另一个是华为 和小米 你说华为和小米 厉不厉害呢 当然他们华为和小米 他们写了设计图之后 会找最顶级的那几家厂去做代工 但是他们 不是自己直接做了也好 找台积电 玩Samsung也好 他们做到设计图 去写CPU 都不容易 都不容易 所以这世界上 三星 苹果 华为 小米 都是一些顶级的公司 所以 更加不会用英国 用英国的东西是很愚蠢的 英国对的 是不能用的 英国佬 是美国佬的走狗 都是给犹太人很多势力去滲 随时都是玩东西 我去理解 大陆那些手机 基本上就不是Android 或者中置那个版 就不是Google控制那个版 按我理解 我一开机就看不到 看不到任何Google的东西 如果 朋友借用大陆手机 大陆买的手机 那个手机里面 他不会用Google play 加减软件的 用了 比如说 有个朋友 展示给我的 Oper手机 Oper手机有自己的商店 去 增加软件 这样的 总之就不是Google play 我 我估理解 就是 Oper小米 他们 本身那个 Operation system的手机 不是Android 你矫正我吧 可能我错都不定 好 那继续读了 阿罗 你的节目 学到很多 多谢你 有没有机会 听到你对 何志平事件的评论 这件事 我以前就在政治揭露 就有很多评论的了 我觉得这个都是美国 针对中国的一个行为 因为 我觉得何志平他 自己 在非洲 做生意也好 他跟非洲某些人有钱 瓜葛 怎么知道是贪污呢 为什么不是同性恋呢 就是我去乱咬 就是他可以搞机的嘛 是不是呀 两条机佬 是不是要搞机 给点钱给对方 为什么不可以 你根本就没有 美国是没有方法 查到何志平 和那个非洲国家 那个总统之间 的钱 这个交收的里面 究竟什么动机 那你都查不到动机了 为什么你要 这样困住何志平呢 你纯是 要搞冤肉 纯是要搞他 这个简直是 他是一个香港人 我不管你是什么政治立场 一个香港人 在美国里面 被人搞被人 我们只可以是 撑他 不可以说他以前 是 董建华的下索 他是一个 混蛋 不可以这样的嘛 你这样想 就有问题了 所以其实我觉得 何志平这件事 是很不公义的 美国 是在这里欺负 香港人 好 那么 另一位 人兴 叫做 吴先生 吴卓林 他说民主是一块漂亮的羊皮 练金术 他也是觉得民主 格格的 好像 练金术 都是一些 好像是骗术 意思 试一下 那练练了 又吴卓林 先生在何地方录的呢 加拿大还是香港呢 身在加拿大 变成为共产党代言人 你既否定民主便是 共产 会近理想 那么适而理罢 你何不移居大陆为党效命呢 当世之上 只有两类概念 为世人所共存 民主理想与共产思想 民主是权利 交还个人而操纵 而共产事则权利赋予掌权者操控 要取决做 何类人权权利 个人自身 何必偽善 我回答他了 我没有否定民主 如民主不和 即是不同 社会主义同时运作 民主的内涵就会被财团 涂空变成假民主金权 独裁 接着鸽鸽就在乱说 你的理念是是非官 皆是一塔门徒 民主是一套理念 权力是可以 是一套 工具 既然互相关联 亦 互相冲突 取决能 掌权者的思念 而经济权力来源的资产是怎样 他在这里不知道有什么 首先刚才这位鸽鸽基本上就是为了骂而骂 我都说了 特朗普是不是用民主方法 去加那些穷人税 减那些有钱老税 那这个是不是一个民主失效的例子 跟着那些人民 选错了人 可能有些人 人民去投票的时候 可能他想着选共和党 是希望他去反同性恋的 因为很多基督教有益 那跟着他选了那些人 选希望去中产 但没想过原来那些议员 可以做到这么丑陋 为到那些财团 这样输送利益 很多时候 人民是会做错的选择的 当一个社会 如果 不能够 令到那些社会的人民 他真的水准高一点 他就实行普选了 以前美国的社会装初立国 他不是普选的 他有一个很长的时间 不是普选 而且只有男人投票 女人没有资格投票 基本上就是 令到一些 有钱交税的人 一些少数的白人 可以有得 所谓的民主 民主和共产是不是绝对矛盾呀 为什么不久有社会民主主义呀 有时候那些东西 你强行做了一些错误的异分法 然后就在那里胡说 我都说了 当一个民主的社会里面 在一个洗脑的形式 在那里散播那些右翼思潮 又说 好像那时候列金说 他就说 政府不是一个解决问题 的一个方法 政府就是问题本身 说到好像很有哲学味 但是你这个仆街列根 你死了我都是边理师的 就是你这样说 就是为了 要将美国 大量的国企 连 给那些财团 给犹太人 香港是不是很糟糕呀 行一套思想 卖了是不是领会 给了那些财团 那现在是不是贵到糟糕呀 还要那个财团 在政府里面买了领会之后 他现在 他不hold 接着切割开 他将那些 将那些商场 逐间逐间卖走 接着 新买那个 又再浪贵他 这个根本是一个 抢粮和剥削的制度 这就是你所说的民主 当民主 没有一个 可能人民没有一个 清晰的思考 没有一个既定的道德取向 那就很容易 被一些大财团 去利用传媒去操弄的了 所以有时候民主 不可以 是一个单一的价值取向 说真一句 现在你在 欧洲 你所攻击的所谓共产 但是其实欧洲很多左翼的思维 譬如说你 德国他很注重很多福利 甚至譬如说入大学是不用钱的 那样东西 只要你是 独读书的话 德国的社会是会 国家会培育人民 这些都是一个高税金高福利的制度 但是当然这个就不是美式民主 这些是左翼的民主 小弟基本上是一个社民连的理念的支持者 不过现在社民连变了搞自决港独 变了不知所谓一团屎 那意思 但是基本上我是真是社会民主主义者 但是我觉得 平均分配 比较民主重要 社会主义比民主主义重要些 确立了社会主义先 确立了社会的平均分配先 再实行民主 因为如果这个世界有恶质的美国在 他们说的那套民主就是 要制造贫富懸殊的 那我觉得 社会是应该优先 去确立这个社会主义之后 去实行民主 就是 我这个是先社会后民主 这个社民连理念 你当我是独裁者也好 但是如果 我没有说 我是找大放小的那种概念 我没有说 每一个人的底裤都要属于国家 我没有说计划经济 我是撑社会 民主主义里面的市场经济的结构 就是我认为 这样 是一个比较好的社会发展方式 那当然 大陆不是理想的 他的独裁体制 没有迹象转向民主 这个也是不是好的 但是如果大陆 是真的建立一个比较公义的平均社会 我都是立功其成的 同意何志刚的说法 美国一直都是无乃霸权 欺凌全世界 迷信 不限于宗教 政治理念的迷信 匹匹皆是 哦 西方文主角加麻 其实是用人民 用选票 选一个刹头 我去打劫人家 对我们行福利 明白了 美国的而且是用他的军队 打劫全世界 用他的军队确立美金 让美金的升与跌 去全世界打劫 展阳墓 接着就派一些福利给美国 但是福利还是不平均分配 派给财团先 人民舔一点 叹心叹地这样说 说得好了 要重新思考这个世界 英美法打罪 真的很让人失望 他们这么强大 文明 居然打一个小小 一直是深陷 占火的敘利亚 还要联手 这个还是世界 所谓现代文明 都是一种理想 世界始终都是重林法则 苏就回应了 真是弱肉强食 这个世界 Danny Warg 分析有理 赞同 搞远 应该是小远 独法 民主和共产 主义一样的 只是一个 九远的理想信仰 现在所谓的民主国家 其实只是 换肩薄的自由 左肩痛了 就换右肩 周而复子 就是左右两边转 就像美国那样 除了民主党 就是共和党 就是两党政治 两党专政 其实当中里面 也有很多 专制独裁 不过就不是一党专制 只是两党 英国除了保守党 就是公党 又是两党专政 法国不左翼就是右翼 说民主自由 只能自由换 一边肩膊的自由 只有这样 痛苦是常态 中国经验告诉我们 任何国家 和政党都必须 通过改革 来发展 改革永远在路上 美国为首的所谓民主国家 政治改革 迫撤性 不雅于中国 甚至甚于中国 这个我觉得都是 小苑的 看法十分之好的 因为 所以说现在 美国的制度 我觉得 那个危机性都很大 为什么国家常常要打仗作业呢 为什么要被军火商骑劫呢 不打仗不行呢 当一个社会常常拿了资源去买枪 国内里面常常都是枪击案 接着人民就要浪费钱买很多枪 那个都是浪费了很多社会资源 你说中国很独裁都好 但是中国就是有大量资源 去建立一些高铁 你说他贪污都好 那条高铁真的走到 他们有大陆你骂什么都好 他真的建了很多条公路 建了很多高铁 他上网真是快 那美国呢 为什么基建长期落后于人呢 起码落后于中国 这个我想美国人自己要处理 周潘呢52 都会留言的 但是他一大段英文呢 我就 读不及了 他讲很多 大家慢慢看 好 下节回来再读一下 好